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议会 梅里警方昨日接获一宗利用教育局民意行骗的诈骗案 受害者是60岁的商人 梅里警区主任爱立生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 这名商人是在日前接获自称是教育局职员的电话 并向他提供有关一所学校的采购订单 骗子谎称需要订购大量的床、床垫、床凳和桌子等 还要求市主向指定的虚假供应商订购 并称市主可从中抽拥 市主透过转账方式支付67000令吉订金后 发现订购的物品迟迟未到 致电有关学校查询时才得知并无此事 而且骗子和假供应商已经失联 随即报案求助 警方援引刑罚420条文调查 在此条文下一旦被判罪成者 可被监禁最高10年或罚款及编斥 警方也提醒民众 老前会冒用官方文件和签章 向商家提供真假难辨的采购订单 商家必须仔细审查以免上当 换个焦点 针对有媒体报导 沙拉越政府准备增值爱芬银行股权仪式 沙拉越总理拿多巴丁仪阿邦佐哈里 今日不予置评 并指有关媒体日前报导指 沙拉越将提高爱芬银行股权至20%的数据是不正确的 阿邦佐里金日巡视部落客船务海市博物馆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爱芬银行是上市公司 所以有关事宜它不便置评 财经周报之前引述 匿名知行人士报道称 目前拥有爱芬银行4.95%股权的沙拉越政府计划增持股权 虽然备忘录戳商近乎完成 但双方仍未签署这份协议 若上述协议达成 沙拉越政府将掌握爱芬银行大约20%的股权 成为第三大股东 排在分别持有20.65% 及23.79%股权的国防卫队基金局 及东亚银行之后 另一方面 阿邦佐里也投入 耗资4700万令吉的部落客船务海市博物馆 估计可于今年底前竣工 并会在确定一切完善及安全后开放给民众 他说目前博物馆工程进展已达86% 海博物馆计划是阿邦佐里担任沙旅游部长时提出 船务是在查尔斯部落客时期建造 深具历史价值 当初是作为沙航运业和海事场所 之后也增加该计划的博物馆 进而提升为海博物馆 与此同时 博物馆也展示当年作为英职民地总督官船的 扎厚拉船 最后来看 近来豪雨不断 再加上遇到大涨潮 湿屋乌鲁双溪美拉路严重积水 超过3000户住家 约8000至1万名居民 饱受出入困难及塞车之苦 商业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拿都承明至今日表示 他已指示湿屋水利灌溉局及市议会 采取两项暂时及短期的解决方案来缓解情况 那就是挖通乌鲁双溪美拉路中学对面的一条土沟来排水 以及填高积水路段 陈明至今天早上在2023年学校资源回收比赛 事务及私立街区颁奖以后 向媒体发言时坦言 这几天接到很多居民的投诉 据居民称 他们单单要离开有关积水的路段 就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有些人甚至因此无法上学和上班 他透露 造成积水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地下暗沟已经崩塌 无法起到排水作用 当局之所以没有马上抢修 是因为乌鲁双溪美拉路的扩建工程 即将在三月动工 另外 陈明至也指示 施屋是一会将受积水影响的路段填高 好让两个方向的车辆都能通行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